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记录感动的进行式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家如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先来看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评论 它肉还蛮嫩的 汤头也是蛮不错的 因为其他的都好像只有咸味 没有那种香气 很好吃啊 Q弹 然后高汤也好喝 这是我定时热好油 我上次去热好油 所以才会这样 你嘴这么滴哦 你好 今天人比较少就过来拍一下 最少 这礼拜都有一次了 主要是他们家的鸡真的很咸 冠军牛肉面头衔是很多牛肉面老板都想要得到的肯定 而这一位老板他可是一口气拿过了四届冠军 一位爸爸就是卖牛肉面起家 当晚平时后他也创业开启了牛肉面店 不过创业初期遇到了SARS来搅局 最近几年又有新冠疫情的打击 业绩惨归零 不过老板不灰心把重心分到了宅配冷冻包 现在做成了网购热门商品成功把危机化为转机 你好 里面坐 那样吗 要不先看一下菜单先点一下 待会帮你安排座位 用餐时间老板亲自在门口接待 只要慢一步 想吃就要多点耐心 都说牛肉面是国民美食 这家店却卖成排队美食 客人甘愿等得好味道 来头可不小 来好了 清炖红烧冠军牛肉面 冠军招牌名气多响亮 老板陈嘉宾卖的牛肉面可是四冠王 荣获过四届牛肉面节冠军 2010清炖组冠军 2012 2019红烧组冠军 2020麻辣组冠军 这三种口味冠军牛肉面 滋味不同 迈向更不同 一起送上桌气势了得 但要扛得住冠军头衔 整底子功夫上可不得闲 红烧汤头熬成漂亮琥珀色 嚼在肉块上散发出诱人浓浓香气 这碗红烧牛肉面 拿下过两届冠军殊荣 老板陈嘉宾有自己一套牛肉面哲学 一汤二肉三面四价格 手中的汤底 当然就是他最坚实自豪 红烧汤头的灵魂就是炒料 大把新鲜葱姜蒜下锅 配上蒜片辣椒酱 特别的是光调味的豆瓣酱 就特别选用两种 不一样的层次 其实让汤头有更多元的风味 它那个层次会越丰富 喝起来会越不一样的感觉 汤头味道才不会单一 炒料加入牛大骨熬制的汤底中 确保味道能完全融入 要到变成成品可以关上桌 需要经过三天三夜的试炼 那这样制作的汤底 其实牛肉汤喝起来会有牛骨香气 而汤头的最佳灵魂伴侣就是肉块 这碗红烧冠军牛肉面 里面选用牛健心和牛肋条 下重本用健子肉 是经过多次尝试 认为嫩中带进的肉质 最能吸饱汤汁精华 入口纯实如香 一头牛只有四条腿 每一条腿只有一个健心 就这么小 大概做的牛肉面 大概寥寥可数 所以这算是很珍稀的部位 它肉还蛮嫩的 汤头也是蛮不错 因为其他的都好像只有咸味 没有那种香气 没有那种肉味 来 红烧牛肉面 杨春 隐藏冠冠军方程式的红烧牛肉面 也是店内冠军品相 但其实客人嘴里吃的鲜香够味 陈嘉宾的研发过程 则是酸中带甜 接上堂起的事 除为人妇的甜蜜负担 小baby刚诞生之气 然后刚好又要参加牛肉面节比赛 那时候就索性把自己 关在这个工厂的厨房里面 大概关了三个月 然后白天回到家摸摸小孩 然后晚上就去那边熬夜 然后努力煮通宵 陈嘉宾跟太太一起创业 开牛肉面店 那一年他才刚退伍 因为父亲巴黎年代就开始卖牛肉面 从小耳濡目染之下 挡完兵的年轻小伙子 没想太多也一头栽进牛肉面世界 但创业哪有那么容易 一开店就遇到严重的SARS疫情 那时候SARS其实比现在的 跟现在的去年三年的疫情 是一样的 大概虽然没有进内用 但是路上是寥寥可数 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辛苦的 去把它撑下来 那直到后面有陆续参加比赛 那也打开店的知名度 和太太携手靠着努力研发 拿下冠军头衔 逐渐站稳脚步 从一家KIKIKITSU 开到五间分店规模 眼看一切都步上轨道 但陈嘉宾万万没有想到 草畅时期遇到的艰难 又在席卷而来 重挤他的牛肉面事业版图 疫情来临那时候 我们在机场已经住了两个点 那这业绩大概不到百分之十吧 这等于说十个客人只剩来一个 也是在疫情年 陈嘉宾在研发出 麻辣藤椒牛肉面 2020年又一举夺下冠军 滋味更是国内首创 麻辣藤椒牛肉面一周 它加入了藤椒 那藤椒呢 它是蛮特殊的一个香料 那它有别于花椒的重青香 它是有一点淡淡的柠檬味道 特制麻辣牛肉面 前前后后试了二十几种版本 点缀上面的小小藤椒 就是精髓所在 香料从中国进口 融入到地台式牛肉面 蹦出新滋味 尝起来麻而不辣 另外人气商品清炖牛肉面 在熬制三天三夜的汤头中 加入盐巴调味 完整保留原始牛肉鲜香 但在新冠情间禁止内用 靠着这明星三巨头 也无法填补亏损大洞 只是危机就是转机 陈嘉宾靠着冷冻调理包 找出一条活路 不管是针对团妈啦 或针对社群局团购啦 那甚至我们开发了很多 宅配到家的服务 甚至到离岛的部分 我们都有做配送 疫情下宅经济兴起 他的中央厨房也因应而生 大锅子一锅一锅炖煮 每日大量生产 要保证客人宅配到家吃的 跟店里味道一样 等于导入科学化方法 你必须在每一碗牛肉面里面 都要放四组的盐巴 四组的糖分 然后多少克的肉 多少克的面条 这都是需要做SOP的控管跟规划 晨熙爸爸第一代好手艺 又翻转出不同新花样 如今开店几十年过去 和太太一起走过高光时刻 也曾踏过幽暗低谷 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妈 也开始想把这份好味道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当然会继续传承 你有教他吗 有 出生就开始教了 毕竟陈嘉宾说 牛肉面就是他认定一辈子的置业 平整吃到的虽然是冠军的味道 但是要让民众吃到那一碗是冠军 那才叫冠军牛肉面 冠军的定义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但可以确定的是 尽管冠军牛肉面头衔再亮眼 也比不过客人脸上满足的表情 来得耀眼 高雄这一家鸭肉饭 是许多在地人今天懒得不想要煮饭 就上门吃饭的首选 同时也修复的是秘密客的味蕾 因为这一家店入选了米其林 必比登推荐名单 老板夫妻一坐有30年的时间了 到现在传承给儿子来接班 但老板夫妻还是不肯休息 因为老板娘透露 她说自己因为喜欢花钱 所以让她有挣钱的动力 不好意思 你目前没有位置了 所以你面先来排吧 所有两碗 七桌的两碗 我这包的菜现在没有名字 我是要吃做2点 但是做2点来 我怕 虽然熟食人 都要等 照顾来 所以我带来慢慢来吃 高雄猴家的鸭肉 永远是知味家们 提早出门的最大动力 要避开用餐时间的尖峰人潮 不少熟客把午餐提前到10点半 变成早午餐场 就算要预留胃里的空间 被挨饿把早餐省略 也心甘情愿 吃好吃好吃 像这个时间就都够晚了 你们知道你看都够晚了 竟然吃了一点 但提早出门这招 用多用久了还是没用 当多数人都这么办 也只是把满座时间跟着提前 压力是有的 认量快一点的 座位区和店面七楼 常常开门没多久 就被粉丝们填满 老板喉涂成 嘴里说紧张 但其实老心宰宰 手里刀起刀落 剁鸭片肉没停过 鸭肉不干不柴 油润软嫩 很多不吃鸭肉的人 跟着亲友来过之后 都放下对鸭肉的偏见 一匙着迷 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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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上饱满白饭 再淋上鸭油和肉燥 招牌鸭肉饭 吃饭吃咖 鸭肉汤的汤头鲜香甜心 肉片载浮载成 舌尖味蕾也在其中荡漾 而当归鸭腿面线 药材味道甘心浓郁 解馋温补一次搞定 前世代靠电话来 还要来菜饭我才知道 当然是欢迎 这是一个 自己的肯定 比比登推荐锦上添花后 原本就已经水泄不通的生意热潮 更是沸腾满溢 侯家夫妻党和儿子三人 在小小的工作区 彼此补味默契实作 我在做抗肥 我没压力 人家来 你大量来 我也是一直做一直做 不排队我先去就 疼苦做了 旧爱越忙越好 蔡春筹不但不嫌累 还仿佛肾上限速爆发 客人越多 她活力越充沛 果真是天生的生理小孩 杨家爸妈开杂货店 她从小帮忙雇店 也培养了生意头脑 自己当老板 一直是她的工作目标 没上班 隐学无所长 没有啊 没有啊 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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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你比较多 她能整 也能说比较灵活 年轻时没太多本钱 又想存钱当老板 蔡春筹很会冷 不想上班卖人生时间 四十年前 她就跟着姑姑出国跑丹邦 哪里能带货赚钱 她就往哪里钻 而她心里最想开的店 就是当个食堂老板娘 要收服众人味蕾 以前早期 比较辛苦 阿嬷都要叫我煮饭 煮饭我煮的菜 有很多阿嵩都要吃 我们家庭的阿嵩都要吃 早期 我们的年代 都是父母媒媒的 姓妻要找来看 就看她教的食谱 这是我的姓妻 傅培媒的远距学徒 从艰难的生活中 磨练出樸实有味的厨艺 也替随时降临的机会 做好准备 结婚后没多久 娘家旁边熟试的鸭肉饭食堂 贴出顶让红单 蔡春筹立刻拿出积蓄接手 老师傅也把我们抗抗 把我们倒做也当 老师傅对我们很好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 加上投注兴趣认真 蔡春筹就这样 从餐饮业门外汉 一步一步累积四十年 做成了高雄的鸭肉饭老招牌 店里用的卢鸭肉质鲜鲜 油润适中 只用当天温体 每天一早 从店载厂直送厨房 第二代老板洪俊卫 在内外仔细检视 每一只都要去无存经 鸭子分批汆烫过后 上岸放凉冷却 再依照不同部位化整为零 分门别类 而这一锅清汤寡水 汇聚鸭肉精华之后 油脂丰美清香扑鼻 就成了鸭肉汤的基底高汤 你如果鸭肉汤就鸭肉 如果鸭肉汤就鸭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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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镜头前展现机智幽默 侯涂成其实木纳糊石 是爱妻一族 名字有个图字 但一点都不糊涂 懂得听不懂 创造自己的富贵 刚结婚时在化工厂工作 下班后不交进应酬 要立刻赶回家 当太太的最佳帮手 不错啦 改老式改打拼了 也要有点点做 听不懂嘴巴很贵 然而唇齿相依 偶尔也会打架咬到 夫妻一起工作 感情再好摩擦难免 蔡春筹要求龟毛完美 在店里她说了就算 但也懂得在日常相处上 和先生跳恰恰 你进我退 踩着协调的步伐 不理他也是一天就过了 他人再弄他那样 像是鬼子 都我应该是我爸 我像鬼子吧 要干嘛给自己不好过呢 这是我定时叫好妖 我上次去烤的好妖 所以才会这样 你吃得这么甜喔 夫妻俩脚踏实地 真材实料 把青春沸腾成家的小康幸福 最终赢得世界级的美食推荐认可 蔡春筹和侯图成说 得要更认真做 才不会让慕名而来的新客人失望 所以即便已经由儿子接班 夫妻俩还是会继续当监督帮手 没有退休的计划 欲望比较多 想法比较多 应该是这么说啦 欲望比较多 你吃得要买LV吗 没有 我不会乱姓名牌 我不会这样 你都吃得买什么 吃喝玩乐 我爱吃 那边做完包一小六大 校说因为爱吃爱花钱 所以有动力赚钱 蔡春筹把生活的需求 转化想法 当成乐趣的追求 所以乐在其中不嫌累 为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 加上快乐寄托 开心做出来的滋味 那当然值得避避灯 再来看这一位 曾经留学海外的音乐老师 她是因为爱相随 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国外学位 而且从本来不沾羊春水的千金小姐 转变成为夜市咸酥鸡摊的老板娘 做生意上的细节 样样都难不倒她 而且接手了公公留下来的小生意 不断在小生意上有改进突破 现在自己拥有了一家小小店面 还是以公公的绰号来取名 也希望可以让疼她懂她的公公 名声继续在夜市响亮 三十二号 一盘盘炸物终于出锅 即使下起康夺大雨 也阻止不了觅食的韬客上门闻香 满足一饱口福的欲望 之前很久以前吃过 现在因为今天人比较少 就过来拍一下 这礼拜都有一次 这礼拜有一次 最少 主要是他们家的鸡真的很鲜 十一号 好 与一般咸酥鸡的口味不同 招牌红糟豆乳鸡 腌制二十四小时 一口吃进去 在豆乳腌制调味的咸中 还带有红糟味的甜 恰如重信为 成为老板娘的过程一样 有一家子喝了融融的甜蜜 也有用尽力气 留下汗水的咸 她没有怨气 是我有怨气 我那时候跟她讲说 我一个千金大小姐 我从来没有洗过碗 没有做过家事 没有扫过地 没有脱过地的人 你竟然叫我一个人去碰油 我不要 在二十年华嫁给的先生 放弃还有半年就到手的 海外音乐学院学位 原本婚后小两口 一个当工程师 一个当音乐老师 生活也相当歉意 却没想到公公意外中风后 先生决定回家继承家业 在夜市卖鲜酥鸡 我那时候就跟她讲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 那她就说 那你不做你怎么知道 出生传统客家 父母亲给的家庭观念 就是再苦都要熬下去 宋信维开始身兼二职 白天要坚持自己本科的音乐事业 晚上要协助夜市摆摊 从乐谱乐理到咸酥鸡 一份几克重 几个鸡屁股才能串一串 全都要记在心里面 我心里觉得说 我既然已经嫁给他 那我公公又这么疼我 那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 就是要把他做 就把他做下去 话说的简单 能走过这段路却不简单 夫妻俩想起921的那天晚上 已经挺着八个月身孕的送信维 在家休息 没想到地震发生 身为义勇搜救队的公公 跟老公都去忙救灾 他跟婆婆两个人 只能接手摊子继续买 我炸炸炸炸到一半 那个油是这样子 然后整个整条路灯 电灯是这样子 然后慢慢熄灭了 就整个城市都停电 然后我老婆那时候大肚子 就点着蜡烛 在那边穿雞皮肤 或许就是因为爱 家庭跟事业无法兼顾 送信维干脆放弃自己的音乐事业 跟老公两个人全心投入到夜市做生意 因为身为长席的他 遇到跟自己爸爸一样疼他 信任他的公公 他知道这个家不能少了他 我们的胡椒粉就是灵魂 然后这个胡椒粉 是我公公研发的 他以前是在那个蜜件工厂工作 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蜜件工厂工作 所以他很理解那个香料的东西 独家的胡椒粉配方 包含了四十多种中药材 为了怕外泄还分别 从不同的中药行进货 许多老顾客就是冲着这个孤胃而来 而蜜方只有公公一个人知道 他给我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我在我跟他要订婚的前一天晚上 这什么 你给我干嘛 这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说 我告诉你 这以后你一定用得到 我只给我信任的人 你撑得起这个家 然后他就说 总有一天你会用得到 收下胡椒粉蜜方的宋姓韦 没想到才过了五年 公公就因为小中风倒了下来 胡椒粉蜜方还真的派上用场 不过就跟武侠小说里一样 拿得到武功秘籍 可不一定能够练得彻底 他没有想到我的记忆力真的这么好 没有四十几种中药 在十几二十分钟之内 全部分发完 他点完了之后他就说 真的都没有错耶 你都没有看单 我说没有看单 他说什么东西就是要记在心里 就代表你有心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这句话其实就满感动我的 我就觉得说 终于他懂我在干嘛了 就像是获得宗师的认证 宋姓韦开始闯荡江湖 第一步就是要自创招式 让贤淑姬不只有胡椒粉吸引人 但门派宗师还在 师徒冲突当然也在所难免 我公公跟我说 研发什么新口味啊 我们慢慢这样做就可以了 我说要做就是要做 让你觉得是有面子 要不我不要做 就有一天我公公突然想开了 然后就跟我说 你觉得我们家賣这个东西好不好 我说你想通了 他说对啊 我们再改良一下 把你小时候的味道 来拉出来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东西 把小时候回美农吃到的豆乳 跟公公爱吃的红枣 一起腌制盐酥鸡里头 蹦出又甜又咸的好滋味 只是一刚开始卖 老顾客不再敢尝鲜 没想到公公拿出做生意的看家本领 才短短三个月就成了顾客必点的好味道 一开始客人还是很疑惑 可是后来是 我公公就会免费炸给客人吃 你吃看看嘛 一吃了之后就觉得 吃上瘾了 逢人就称赞自己的媳妇是过減醉 流过穴的头脑很好 宋姓维不仅是长息 更是公公的女儿 她离开我是还蛮难过的 因为她还蛮疼我的 其实她给我很 人生的生命如神的恭喜 我照顾她十五年 这十五年当中 就是 要怎么讲 她把我当女儿一样 公公打拼下来的咸酥鸡摊 全盛时期在夜市就雇佣了十几位员工 有人维持排队秩序 有人接单 有人撒胡椒 却都还要等上一个多小时 但杨志远却也舍得放弃 这个夜市的黄金摊位 开始找店面 因为在夫妻俩的规划中 神树鸡摊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是第一个用日本带回来的油炸鸡 以前路边汤就很讲究卫生 就都洗得很安静 但是看起来就是脏的 有了店面就更能开拓炸物的无限可能 红豆年糕 雪鱼相丝 各式的蔬菜裹上不同的粉 就能够炸出不同的滋味 我会去看日本人 日本节目怎么炸 弄什么东西啊 不仅夫妻俩不断研发 就连女儿也加入行列 将银丝卷包进水果 变成甜点 也成了贤素鸡摊的新卖点 全都是为了让第一代的名号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轉职回家继承家业 想要做好一家店有多辛苦 杨志远夫妻两人最知道 步步小心维持住食材品质 毕竟扛着的是一家人的生计 更是父亲一辈子的名号与用心 喜欢吃牛排的观众朋友 习不习惯旁边配一个小餐包呢 40年前呢 这个牛排旁边的配角小餐包 一个只卖1.5块 利润非常的薄 烘焙业者大多都不想要做这样的生意 不过呢中丽这位老板 他逆向思考 努力研发了多种口味的小餐包 到今天成了桃圆新出一代最大的供应商 前几年疫情期间 尽管牛排馆交货量比较少 不过随着网络的兴起 咸奶油餐包声音也是好得不得了 奶油小餐包嘛 还有爆浆一包 爆浆两包 爆浆两包 墨西哥一包 边开车边吃喔 对啊 刚包了可以耶 不不及待啊 对 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吗 对啊 怎么办 好开心 你这是舒服小餐包的意思啊 对 没错 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吃法 我们回去把它剥开 一球小美冰淇淋在里面 对 老板 真的好吃 你好 你好 你要买什么 乐透没中 但能买到这么多餐包也乐歪了 藏身在民宅里的餐包烘焙厂 低调 没有招牌 更别说有电桩 午后却吸引一个又一个客人上门 差不多要十年了 差不多 我儿子都很爱吃 因为这个很实在 那爆浆的啦 墨西哥的啦 尤其是它那个养生包 超棒的 付了钱还笑嘻嘻 因为买到说是赚到 一个鲜奶油餐包 只有3.5块 物价高涨的今日 这吴佳仁打造了个 幸福产业制造所 那这一口 这有食股好吃 还有那个 胡椒 对 一包70块而已 对 对 有20个 这个奶油是 每一粒都有包 包油 那些人拿来买说 你这个方便餐 那很多小朋友 一次让我吃几个鱼 对啊 那都买得很开心 客人买得开心 这包的也起见 五个抓成一排 五排就成一包 不要小看这些婆婆妈妈 这无礼像是四五零年代 家庭手工业正旺的时期 哪个宅子里有工 就往哪个地方钻 靠着机器手 攒进一家吃喝 你一天要包多少 这没办法算粒 还是一包 对啊 一包 一包 一包也不算过 太少了 对啊 手要比较快 一包一包 不然包不完 这样 不停包装 从中午一路进行到晚上 完全的手工制成 可是挑战手感 越简单的东西 越不简单 因为你要坚持 这个品质 其实不管搓什么 都很重要 因为不能太少或过头 对对对 口感比较好 麦子成为念包的旅程中 是个不断重复揉捏的过程 每经一次 劲道又提升 回家帮忙几年下来 这步骤已经赚了成千上万次 很累 但因为认同父亲坚持的 不假机器 所以耐性的 一个转过一个 她说她要当张中模第二 第二这样 对 爸爸啊 张中模做到八九十岁 你还在做啊 对 我就跟她一样 她就是我的偶像 今年串红的爆浆起司餐包 内馅混搭 干烙和奶油 这是吴振翰和弟弟吴振宇 研发出的新口味 甘酪起司粉 下去做调和的 它吃起来有淡淡的起司味 不会像一般说爆浆 它只是原味 然后奶油融化 那么简单 它是经过烤焙之后 冷却要吃的时候 再做回烤的动作 它才会产生那种爆浆的感觉 流浆的感觉 不能不提的 还有独家制作的墨西哥口味 这个酱的话就是 它出现到墨西哥酱 那这是我们特有的一个配方 比例跟外面也不一样 它的皮烤出来酥而很脆 我们爆的那个咸奶油内馅 所以它吃起来是咸甜的口感 新兴人类喜欢爆浆 墨西哥 但其实吴家最经典不败的 就是咸奶油餐包 也就是吃牛排必负的面包款 用那个老面包 可以让它组织 延缓它老化的速度 病人说我们餐包 可能可能你两三天之后才吃 它组织吃起来 烤过之后跟刚猪卤的一模一样 甚至更好吃 一抹咸奶油 经过淀粉 蛋白质和糖的化学变化 巧虽巧 鲜香味 却是一个吃过一个的武功秘籍 虽是餐食中的配角 吴家却靠着它 打造出餐包传奇 有啦 有撬坏了好几张 木头会坏掉 我一开始不是做餐包 退伍以后有没有 我们就做那个简单的那个牛排 牛排 我因为我想说 那时候要找这个小餐包很难找 你要找专门送的配送的有没有 我们桃园很少 所以我想说 那我来改做餐包好了 三四十年前 桃园牛排店不多 制作餐包费工又要人力 利润少得可怜 愿意做的业者少之又少 更别说送到牛排店 为了照顾小孩又能赚钱 别人不做的生意 吴爸爸捡起来做 一块 差不多一块半 一块半 对 你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可以 虽然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这个利润比较少 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相对竞争也会比较小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念头 他在父亲盖起的房子里 架起桌子搬来烤箱 专做起餐包供应商 你看这个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不是那么等待 这个要 整天要发现 整天要那个温度控制 以前刚开始不保 可是 我觉得我老公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很放心 一直问人家 请教人家 对 那种精神 不然我跟你讲 一定会 做一做一定会放弃 不要 他是我偶像 我吐的对象 当时的游素贞忙着跑外场 招揽客户 无猎光 砸根手艺 还请来老师傅作证 为了让顾客买意 卖价便宜 但坚持 用料不随便 用制作欧包的面粉为底 来做餐包 油料也是来自牛奥大厂 非常地不习惯 因为我以前在学习的面包种类 价位上也是有差异蛮大的 就是我们面包处理比较 不能说廉价 应该是说价位上比较低 以前做的面包种类的话 价位上都非常的 就是还不错的价格 那我会觉得说 我同样的原物料 为什么我的面包 所做出来价格差那么大 后来才想说 其实可能是 产品定位的不同 那我们的定位 就是属于小餐包 无猎光年代 小货通路只有牛排管 但历经SARS狂牛症 吴振宇起了危机意识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 所以增加零售和电商通路 疫情期间餐厅重创 货量骤减 但已经上轨道的两个通路 却逆时攀升 有啊 有当时买不到的 很不高兴 对 因为没办法 我也一直说 我这就是要老 明天在餐厅要用的 从鲜奶油餐包做到鲍江 墨西哥 養生和意识香料 不做而已 一做就全心投入 3.5块的小小餐包 一点都不小 别人眼里的绿叶 是他们家的红花 威力大道 团结了一家人 还打开全台市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家如 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